李长君50岁 离异 现收入2000多元 居住地长春 李大哥说 可能之前找另一半自己还想找年轻漂亮的 但经过老妈去世的这件事也让自己的择偶观有了变化 觉得还是找能够跟自己恩恩爱爱彼此照顾的伴最拖底 而家住长春的52岁的余金华大姐也想找一个这样的伴 那这两人能不能有点缘分呢 余金华52岁 离异 现居住地长春暂无收入 跟女儿一家同住 我老家我就是德国就在德国打工来着 我也没有正式工作 继续是打工 一只打工 然后她的婚姻稳定了 我就跟她过来 过来完我就帮了她照顾孩子 余大姐说 原本自己的老家是德会的 后来姑娘嫁到了长春 自己也就跟了过来 这些年啊 自己也没有正经单位 就靠自己的一股子力气打打零工 那时候年轻了 三十多岁 卖过家具 什么药店啦 手机商店啦 电脑行啦 给他们做饭 员工做饭 然后我还能照顾家 就这样 我自己教的社保 我是97年开始教的 然后一直得教到55周岁才能开 那还有三年时间 对 还有三年 对 那要是不带孙子了以后就是有退休金的话 还打算再干一份工作过来 有合适的 我也挺想干一份的 余大姐说 自己教的社保还有三年就能给开退休金了 如果那时候不需要帮姑娘看孩子了 自己还想出去干点啥 因为自己不是个懒人 同时余大姐还是个勤俭持家的好女人 我现在就是这种普通样子 就是化妆我都不会 然后我还不穿高位鞋 我们家孩子就是说不要那些衣服啥的 我都给他盖了 我都给他做棉拖鞋 做鞋垫 我都会费物利用 在我手机没有扔的东西 你看这我给小外孙子做棉拖鞋 你看 这都是给做的 这是大人的 这是给姑娘做的 这是给我姑娘做的 这不都是旧裤子 旧衣服 这是泥子 泥子的衣服做的吗 这个是泥子的衣服 这个是一个面 用废旧的衣服做成拖鞋 不仅如此 自从她开始照顾外孙后 外孙就再没买过衣服跟玩具 我家小外孙子 你看屋里玩这些车 全都是我给他要的 那摩子车 自行车 全是要的 全是我给他要的 我们家小外孙子穿的衣服 鞋 戴的帽子 所有的玩具都是我给要的 都是要的 上哪儿要的 我得回我二姐的一些小外孙子 比我家这孩子小两岁 大两岁 等到我还有个 喜欢成了我一个大别姐家 她那个大孙子今年是八岁了 捡这俩孩子的东西 我们家孩子够用了 外孙穿的所有的衣服和玩具 都是于大姐管亲戚家要的 用于大姐的话来说呀 能省就得省 那这于大姐为啥这样节省着过日子呢 这还得从于大姐的那段 不幸的婚姻说起 那时候热的过得非常穷 可穷了 什么都没有 我们就是 啥种的 就是白手起家 从什么程度 就是说 捡完婚之后 到年底了 人家婆婆说 你们得出去另过去了 就得拿钱 借钱买一个小草房 两间的小草房 就看到那时候就没有米下锅了 真有 然后那时候真真顺 然后亲戚 给亲戚借的钱买点米 于大姐说 刚嫁到前夫家时 两人甚至都有每米下锅的时候 但于大姐想着 只要是前夫 时心时意地跟自己过日子 住草房又如何 白手起家又如何 这些自己都不在乎 走出啥样 三天三夜不回家 你都抓 不然一样一样 就那样 不知道是什么 你找不着 有事你都找不着 那他是打麻将啊 还是打牌啊 都都整 有啥都整他 就那样 不抓将啊 前夫的嗜度成性 让于大姐很伤心 但转念想想 过去那么艰难的日子 自己都挺过来了 再加上孩子也大了 就想着 能将就着过 就将就着过吧 可没想到 前夫却变得变本加厉了 有两天晚上 他在我女儿那屋 我女儿的时候给长春 他在那屋 就是打电话 打电话 这个背吧 就盖到这个位置 头两天 我就没太在意 后一天有一天晚上 我就听着一正二切 听着那 我就听那女的说 大哥呀 这咱俩一开始就一个大妹的 这咱俩交往这些年了 都知道彼此了 你要是想好了 想明白了 你就往我这边走 哎呀 我当时我一听这话 我就火冒三丈 于大姐说自己再也忍受不了了 经济上的贫穷自己能忍 但感情上的出轨 她绝对不能容忍 于是在十多年前 于大姐选择了 带着孩子跟前夫离婚 离婚后的这些年 于大姐就固执打工挣钱养孩子了 也从来没想过找伴的事 直到一件事的发生 让于大姐决定啊 也要寻找自己后半生的幸福了 我那亲家母也有退休 你自己还有房子 儿子也还结婚了 孙子还这么大了 你看人家说什么都很完美 人家还找老伴呢 我说行 我差啥呀 我也得找 对不对 再说我不可能跟孩子 总在一起一辈子 你将来你说小外孙子大了 也不用你说 你说你干啥去 看这亲家母 都开始寻找自己的幸福了 于大姐承认 自己羡慕了 也想通了 那现在想通了的于大姐 想找个啥样的另一半呢 我就想找啥样的呀 就是身高 你说一米六八以上的 别太爱 在我的心里的想法吧 反正我不代表别人 我心里的想法 就是男人你要是没有个头 我就觉得支不开门 啥事你说你都支不开门 你咋去办呢 然后你性格好点 善良点那种 然后就是别喝大酒 别吐钱 这间就是不行的 你就是少抽点烟 这可以的 个头有 长相有 不能喝大酒耍大钱 公娘觉着 于大姐这些个择偶标准 这李大哥都比较符合呀 而于大姐的会过日子 会持家 也正是李大哥所需要的 于是说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一进门我看你家养狗来着 这个我将来的生活 我不喜欢对方能养狗养猫的 因为它这个东西不干净有细菌 你这个狗不养可以 我哥养可以这个狗 狗的身边不是问题 狗你说我现在因为选择 你还是选择呢 你没有反复是吧 对 他当你处于伤口的心 这个狗的身边不要去选 首先的狗可以不养住在那个房子 我觉得它也是做到 它自己的努力了 这个我从心里感谢 宠物都可以不养了 看来李大哥是真听相中于大姐的 对此于大姐也放下了建议 并表示还想要跟李大哥 继续了解了解 我没有工作单位 我老家是德会的 大德会的 我嫂家是德会的 你多大 我六八年 比我大两岁 我多大 我多大呀 他两岁多吗 我五十 学生五十一 就大一岁 还说大一岁 还行 听到李大哥比自己小两岁 于大姐有些担心了 虽然李大哥说 不介意女方比自己大 但于大姐还是有自己的担心 我看见你 我从心窝就得了 从心的感觉 我说行 睡吧 别挖 去了你这医保可不可以考虑 就这个老保的事 考虑咋了这个话去 处 要不好了也就有遗憾 咋来只能说 你讲话了 这么大个城市 八百万人口 我感觉挺遗憾的 我在最后告诉你的话 我要选择你 我不会后悔 从骨子里我就想 我现在找了有社保 她的功能应该在四十年以上 那我们 没事 当朋友也行 那我们 面对李大哥的敞开心扉 于大姐还是决定 跟李大哥做个朋友 听了于大姐的回应 李大哥也不再勉强 恋人没做成 做个朋友也不遗憾 王忍辉 52岁 离异 退休金 两千多元 老家白城大安 现在长春租房住 几个人一起租的呀 这五十六个房间 六个房间 就是茶间的那种 对对对 茶间那种 然后说一说 上这来我们就笑 你有啥笑话的 跟红娘刚一见面 王大姐就表示 有点不好意思让红娘来 因为自己现在住的是 五百块钱一个月的茶间 你老家原本是常住的 老家住的那是大呢 从一五年 我在广州帮女儿带小孩了 小孩现在已经上幼儿园了 所以呢 因为咱们不是那边的人 我说我就回东北吧 毕竟咱们是东北人呢 是不是在那边太热 不习惯 王大姐说 从2015年开始 自己就去广州 给女儿带孩子去了 因为孩子也大了 再一个 也不习惯广东的气候 所以2020年五月份 就从广州回来了 又因为宜家在长春 所以就在宜家附近租了房子 问王大姐为啥不回大安老家时 王大姐说 这还得从自己那段失败的婚姻说起 她是喝她酒 年轻的时候还真不咋喝 就是从哪做生意 做什么生意 收购农夫产品 收购的时候我跟她下降了 我在这边就是负责 那是说调着米子 打包 那就是摔一下那个粒 就是那米粒 还得说装袋 这个我一个根本都照不过来 两个就是负责两个 就是说两个项目 她在屋里陪客户 就喝几句没完 所以就是那边还收的货 王大姐说 自己跟前夫 原本都是大安的 药材公司的员工 自己是营业员 前夫负责跑业务 后来公司破产了之后 她就跟前夫做起了 收农妇产品的生意 但前夫却嗜酒成性 还因为喝酒 把买卖都赔了进去 因为当时说 这个价格高 这个农民那个粒子 摔的也不干净 而且特别潮湿 就放在裤里边吧 就是有点 当时还没发现 说的我什么的 就是说粒子不干净 就收到裤之后吧 就是三四个月之后 又固人 重新固人又摔的 摔的那个粒子 那个粒子就是当时收的时候 就是农民摔的 根本就是 就是摔了一点点 他就是说的 他喝酒无事吧 就是质量把关 他就不行吧 那条米的一块多收的 那卖那个粒子 就四毛多钱 那你说这从农 又赔多少 赔了好像19万块钱 19万块钱 王大姐说 因为前夫喝酒 导致收的农妇产品 把关不严 最终导致 他们赔进去了19万 至此他们的家也赔进去了 他们的感情也都赔进去了 之前是有点积蓄呗 完了还有点贷款 不够 这么就把房子卖了 嗯 就是凑一凑呗 那你们那边说 不加肯定了 对 完了其实说 我就是跟他俩离婚的 还有持续了一年多嘛 这个是14年离的嘛 我女儿15年生有孩 反正我就拿了 我就给他带有孩去 卖了房子 还了债 于是2014年 王大姐跟前夫离了婚 离婚后 他就跑去广州 给姑娘带孩子去了 也没想过自己感情上的事 这回姑娘孩子也不用自己看了 自己又孤身一人 来到了不太熟悉的长春 所以王大姐希望尽快找到一个 能够给自己温暖幸福的另一半 说定外在的我都不怎么注重 主要注重的内在的 人品好 有担当 有责任心 主要是说我注重这些 有住房 这个有稳定收入 就行 人品好 有担当 有责任心 有住房 有稳定收入 红娘学着 这李大哥挺符合 来吧 你好 你好 你怎么换鞋了 不换鞋 换鞋 他上这个舞 对 对 他有一个 外衣说起来 对 他拿着啥 拿着毛衫 他拿着毛衫 他拿着毛衫 快冷啊 今天不等会儿 啊 你这大姐 他拿着毛衫的 挺时尚啊 挺时尚 脱能挺时尚 不时尚 这个是 是你想要的那种感觉吗 有有有 对 必须 你好 你说 对 我说没给你俩做介绍呢 介绍一下嘛 嗯 这一大作叫李长君 嗯 嗯 然后大姐姓王 叫王日辉 嗯 嗯 好 线面的时候 第一面像给你的感觉 还行 嗯 大姐第一面穿的 面像不错 嗯 长得 面像都长不错了 操个干净这个穿的挺好 穿衣服挺水上的 干净的 双方见面 对彼此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给今天的相亲开了个好头 我今天五十 啊 五十呢 啊 大小我不知道 我是六八年生人 其实吧 其实我是六七年生人 身份证是六八年生人 嗯 反正就是怎么 按身份证也行 按那个实际的也行 反正就是 嗯 你看他挺像的 六七年生人 像的 老太太了现在 不然他挺时尚的 哪里是像的 挺时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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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你小你介绍 行啊 我这四十九都可以 对于李大哥 比自己年龄小这事儿 王大姐是一点都不介意 这年呢 正好符合李大哥的心意呀 随后俩人又聊了起来 你要是娶爱人呢 你有住房吧 我有房子 我房子有 我要往那儿看到的视频 你让大姐看看 不看 我有房子 我有 多大面积 61.8 不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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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物 不用看 你这时候有房子 你也不能撒谎 不用看了 我跟老妹说过了 不用看 买一室不能买哪一室吧 那不存在 那现在你不租出去了吗 租了 租了 租一个半月了 那你租出去了 那你如果你要是娶爱人 那你 那你能 他告诉我 我的房子 随随随地 提前商店 他告诉你提前商店 随时都可以 随随地 随随地 有住房 这个是大事 你也知道我那个情话 嗯 那你说没住房 那干脆的就不行了 是不是 嗯 所以就是目前这种情话还可以 还行 还行 对还行 对于李大哥有房子这一点 王大姐还挺满意的 因为毕竟自己没房子呀 随后王大姐又问起了李大哥的工作情况 你妈好像聘休了也是 药材公司聘休了 嗯 挺好的 不错 那什么单位的工作 我在学校后勤 后勤 后勤 管后勤呢 我不管后勤 我是打工的后勤 就是干人家随老了 老公领导 但是这个我真的太少 不也是在编吗 不在编 那你是临时的 就是合同的 合同的 签了三年的合同 现在才干一年多 但是我领导说 我续钱 学校我不想干 他不会交保险 这是七一 七二年 我还有个什么呢 这两千二百块钱 还是说满勤 还没有休息一月 只能休息一天 我就不过那两个 我总乱坐惯了 那我这点钱我接受不了 那之前没有大胃吗 就像我自己做法 那有女鞋 女装 至于说他现在这份工作 肯定是说林志工 在这摆着呢 他说他要做生意 那就是说那就是后话 人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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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李大哥的经济状况 以及目前的工作状况 王大姐表示 也不介意 这年龄不介意 经济状况不介意 看来啊 两人有要成的美目啊 可正当此时 李大哥这边 却有担心跟介意的点了 李大哥说 从见面沟通开始 王大姐给他的感觉 他感觉就是很严肃的 他怕大姐的脾气不好 怕日后两人真交往了 自己有啥做得不好的 大姐会说他 那他这种经济 目前这种经济状况 在里面吗 经济状况 那反正就这样呗 工资是挺低的 2000多块钱 对 是不是 行 反正说的 重要的还是人 对于李大哥的担心 王大姐说 根本就不会发生 对于李大哥最不自信的 经济方面的问题 王大姐也表示 不会介意 王大姐说 只要人好比啥都强 看到了此时王大姐的态度 李大哥这头也给出了回应 只要我跟你走到一起了 你放心 我不作为你这方大雨 也差不多了 我告诉你 为啥呢 咱俩必须人海茫茫 能走到一起 所以说 上天五百人修来的 是不是 我只是就是这么个要求 我只要大家走到一起 我有分工 我就发生热物 结果就半年 我是就是 中心 我没啥意见 俩人了解了解吧 嗯 那可以 对啊 了解了解 我没啥意见 我没啥意见 了解得好呢 王大姐说的 嗯 孩子说的老 对对对 我进去说 最后俩人都表示 还想要继续再深入了解一下彼此 这也算给今天的相亲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李桂林64周岁 经济收入4万元每年 老宝从2021年2月开始发放 每月大概3000元 住房面积近2000平米 居住地四平市平西乡聚丰村 大哥 咱这个面积是多大 96 96啊 哪个是你住的屋 这屋 这屋啊 看看 我再住20多家屋 现在我们也在这屋住 小黄那边屋住 哪边啊 哪边啊 还有个院啊 还有个院房子 谁这儿还挺大的啊 我说大也不行 你偷看就知道了 哎呀 这么大也行 这都是大棚啊 大棚 下面的菜 冬天养个 哎哟 这么多的 这有多少棚啊 大哥呢 这有160多 167 哪里还有一棚 这个棚子160 那边还有呢 那一棚也有112 那你不是都有快300只大鹅吗 我就卖过少了 这挺壮观呀 这个规模啊 这刚一进李大哥家的门 红娘就感受到了 这300只大鹅的证实 原来李大哥是当地的养鹅大户 每年就靠养鹅和种地 赚钱生活 这是不是大能 我这五而已 这一边还有这些 嗯 这都是胡鹅母呀 大哥 胡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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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卖几乎差多少了 我卖了 我是自己家养的 我是老胡的 一个月能服务多少 一年就去吃茶 我这不吃点够养的就得了 你吃多少了 200多了 200多了 那能卖多少钱呀 40%是不用的 嗯 能卖150 不管那200多之五 大概有80%是不用的 对对对对 那就等于卖8000块钱吧 对对对 200能一天比我下100大 一月下3000 那一个额单卖多少钱呀 最早的能卖3.5 一个月的话 那不就等于卖额单 能卖1万块钱呢 1块钱左右吧 那你每个月都能卖1万吗 我能卖4个月 李大哥说 他每年靠卖公额和额蛋 就能卖3万多块钱 除此之外 李大哥还有10亩地 用来种苞米 土豆和蔬菜 每年种地的收入 也能达到2万元 刨去所有的成本 李大哥一年的经济收入 大概在4万元左右 王淑华58周岁 丧偶无双宝 住房面积58平米 居住地公住岭市朝阳坡镇 原来这个猪都在这里 1个2个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那你平常吃饭吗 咋不吃饭呢 我跟我妹们俩吃饭 咋吃饭 那是喂食了 完了搓粪了 加水的粉料 就是 养猪是个辛苦活 每天起早摊黑 来着甜料喂猪搓粪 就是王大姐 现在最日常的生活状态 早上5点半 中午12点 晚上4点半 反正一天三遍 那你得干多长时间呢 一个小时左右 四十多分钟 就是连胃带搓粪呢 就是一天那就得三十遍吧 三个多小时 是咱们是养一匹猪完 等它生那个猪仔 不是 自己进的猪仔 猪仔也是进的 全是进的 进完了 你是把猪仔养大了 要卖吗 多长时间就是一轮呢 还是卖一轮 也一年也就养一匹 我们家开始它就做买 最开始它是木的 结果这个开个木材加工厂 干了十六多年 自己买木头 我自己加工 卖工地那盒子板 好的时候 这一天都得挣几千子 后期不行了 工地这盒子板啥的 人家都使那个焦火板 现在不都是焦火板吗 芝麻啥的 不使那木头的 完了再一个啥的 就是农村这盖房子的 也不需要你加工木材的 人家都到公主林去买现场的 一点一点的 这活就不差好 我后来就不干了 完了等到后期 这木材加工不干了 我们家在前面盖个楼 盖完楼就开饭店 1997年 王大姐和丈夫 在朝阳坡镇上 盖了一个二层楼 开了饭店 生意经营的 那是红红活活 与此同时 他们的一双儿女 也在慢慢长大成人 王大姐过得很知足 本以为日子可以就这样幸福下去 万万没想到 2017年 噩耗在不经意间传来了 有一天晚上吃完饭 他走了 他也没知事 完了我也不知道 他就上山公岭了 谁知道上山公岭干啥去呢 完了回来就创了车 你创的呀 就开始创的 那为啥创的 他就是前面俩来 对头车的灯亮 完了踏个 这边俩过来 完了到边站个翻斗子 前面俩车灯一晃 他一下子没看准 就创的翻斗子 完了那个 他那个 我们说跟前的 那个有一个 那个王宝回来的隔空领 他说他乘的车 好像有了临头车 你创上来 就上我们家去告诉他 完了那个 我儿子个楼上 那这也结婚了 完了我那个 就掌握他 掌握他上我们对面 掌握书大楼 他俩就开车去去 到那时候 整整是那个交警 都给他整到公主岭 那个阳光医院去 抢救了六天六夜 丈夫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对于王大姐来说 他的天也跟着他了 切了不了 都几年才 要不就大伙早都说 就他死第二年 大伙就都说 说你有相当的 你得找人 那这也出不来 那哎呀 那心你就别提了 那种滋味 这谁也提好不好 那要为啥搬这里 葛南湖呢 干脆都停不了 都像精神病的似的 老长时间才过去 丈夫去世后 儿女又都远在外地 她一个人在原来 开饭店的二层楼 实在待不下去了 就搬了新家 这三年 那个小二楼一直空着 就像王大姐的心一样 但日子啊 毕竟得往前看 最近 在儿女的支持和劝说下 王大姐决定迈出这一步 晚年再找个 能和她互相扶持到老的伴 找个老是把脚的 能对我好的 条件一般就行 人家还够花就行 王大姐就想找个 朴实靠谱 能对自己好的人 李大哥正是这样一个人 而且王大姐和李大哥 都是养只大虎 年龄 经济条件也都相当 听侯娘跟王大姐 简单地说一下 李大哥的情况后 王大姐觉得 很难得 能遇到各方面 都这么般配的人 来了 大哥 来 借着借着 王术华 李贵林 李大哥 李扯中文 对 Wellness 李大姐 李apped 李四 listen 李开 李大姐 李大姐 李enin 李赵 李二 李先生 李孙师 李 Lake 李功 李嘉 李先生 李哲 李父 李便 所以我 對 初次見面 雙方對彼此的印象都不錯 王大姐的妹妹妹夫 對李大哥的感覺也挺好 也算是為這次相親開了個好頭 這是什麼 幹什麼 這是家院裡的 行 孩子長的 完了沒半成 這一圈 前面那也是 這一圈 這幾個房子全是大哥家的 反正就是沒石頭 一個人也石頭不過來 這邊反正大哥是夏天給這住 是不是 可能也不定 這房子 老住不住你家這房子太多 是住不來住 這房子可真不小 這房子可真不少 跟大姐說你這房子有多少平 同期900平 同期這些 那邊還有一個大的還是200多平 這個200多也是你家 那個不是嗎 是 這也是 是 完了大哥 是不是還有點地啊 在哪兒啊 地點老遠的 大北哥老的 大北哥老的 什麼大 地的他 還有六個地 小五個地 看個大鵝吧 這個是這個二人米米 這個去年現在已經大了 這個130 老年 這個130 這個 老年 還有點小的 對對 木額就賣了 下那個母額下蛋就賣蛋 沒有沒有蛋 那我也不少了 好 這裡 這裡還有 來 這裡還有不到1.6 這邊是3.6 賣魚 我說賣魚賣二十 小的 這小的 這就不讓它 這就沒有下蛋了 對 這功能沒有多少 這什麼功能 大部分 這一個人幹活能幹活了嗎 我跟你說 我就是幹這個活都不是副主活 這一生就是幹活是毛病 幹活 就唯一的毛病是幹活 你看多會夸自己 缺點都是優點的 缺點都是優點的 缺點都是優點 這是養殖屋的 這是養殖屋的 養殖屋的 你瞅著規格就是養殖屋的 是養殖屋的 養了十四年豬 養十四年豬 養十四年豬 我那個老伴有病 完了沒了 我就沒養了 你那時候養多少頭啊 養十五老母 大姐養豬 是啊 那好 養一百多多豬 這樣養豬都行了 不是 一個女生只養一百多多豬 你沒有啥想法的 聽了以後 咱們養什麼 你得有著資本 你得有著本事 本事 那時候不就能幹我再寄了嘛 這樣 是不是啊 我這個人家的不會誇人 就十五人 就十五人 都十五人 那時候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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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會兒有啥說啥 讓我消失 走吧 那些什麼 外面得吃 看小朋友 來 坐 哎呀 屋裡有人哪 好 不喝點 這是我大姨 這是我老妹妹 來老妹妹 哎呀 這是啥 這是不是還做飯能幫助 做飯病給她的 媽媽 媽媽 大姐來了 媽媽 這是太好了 還能幹 還要什麼 家裡外頭資格能幹 我晚上三天昨天说了 不说一也差不多了 但能让骨儿 真的 绝对那种骨儿 是 大哥说毛病不是你们来的 不是 你们来的 你好 大姐 大姐 你好 我的外面也不错 大姐 你好 这啥呀 这啥 胭这么多酸啊 我大哥 我晚上吃了啥 啥都在该吃的 那你也吃了这么多啊 那你也吃了这么多酸 吃才卖的 那是卖菜 他要钱去了 我告诉你 可不是我外甥 我家 有干嘛吃 走这儿活 真能赚钱 没有鲜吃 在农村人家 我到人家帮着干什么了 别人不要去帮着干什么 去帮回家了 玩家有什么口罩 你自己帮回家了 为了这次相亲 王大姐带来了妹妹妹夫 李大哥的大姨和表妹 也早早地在这儿帮着忙活 相亲现场真是热闹极了 而且为了迎接王大姐的到来 热情的李大哥一家 还特意提前准备了饭菜招待 面对李大哥一家的热情 王大姐主动提出要一起忙活忙活 毕竟做饭对王大姐来说 简直就是小餐一碟 任务去的 一口就那么想越来越来越不少 大姨和表妹妹夫 大姨和表妹妹夫 那是夏娩夫 有何必须的 但还不够不是来的 在你的里头 那是夏娩夫 这边厨房里 王大姐麻利地炒好了菜 那边大锅里的炖大鹅也出锅了 真是俩人搭配干活不累呀 为了不影响李大哥和王大姐 进一步了解彼此 两家的亲戚都决定先不上桌了 给他们个空间 让他们好好闹闹 一坐下来 李大哥和王大姐就表明了 自己的择偶态度 咋样啊 挺好吃 好吃 咋样啊 姐 又有问题 找这个老伴你自己看着是啥呀 个头 面包 那咱大姐这个大热面包咋样啊 挺好啊 挺好吃 大姐你想想找个啥呀 老实八角的稳定点的 能对我好的 那大哥老实八角的稳定 挺稳的 挺稳的 李大哥和王大姐都符合对方的择偶标准 也让这次相亲越来越有希望了 接下来李大哥说的话呀 又给王大姐吃了一颗定心丸 谁要没有这个本事 谁也不找老伴 对不对 我一块包了 我们家的儿子是像一孩子 说爸你得找 你不找不行 今年我这儿子给我帮师傅 花了十六万 今年办的 马上就开心了 二月份上就开心了 那时候都忙了 那你觉得都过孙儿子还能够办呢 不超过六十五万 我的工营子我要四十二年工营子 你这还算工营吗 我这原先的原先 我原先我买过的是工 你找那个大人来找上来 你马上你不就开了吗 对啊 开多少是吧 开三天左右吧 就是我一年都 我一次这个联合生工会 花不了的话 下来这一年餐马有副的 确实啊 下来以后都不买餐 上方没有花在地上 再说穿的用的也不是限于该理的 接着买别 事情弄了 那我可好买呀 你还买 你呢接着买别还能买吗 那咱怎么买呀 咱就说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嘛 就假如说大姐姐你记住了 然后换两只人生 那你这都逼嘛 逼嘛 那不懂不说 那咱舍得给他 那啥舍得得得 啥舍得得得 跟你就是打得漂亮 我不也光彩 王大姐的爱穿爱美 在李大哥这儿 根本不是问题 在他眼里 钱从来都不是他最看重的事 他一直认为 两个人要想在一起过好 就不能在钱上分心 钱上这个事 钱上我也不能说给你多少 钱哥这个 比如说我开日子的 手没钱不花 那你就花吧 活得说其实 一年给你多钱 一月给你多钱 大姐就是谁给你说一两千 你干吗 哪我能干 那像大伙子 那个那个 像当保姆 是一月给你两千块钱 我出去 我上哪儿不挣三千两千的 我给你拿车哪个 我不是那么太物质 该的事啊 主要我觉得是看眼儿 你这眼儿也行了的话 咋的它也能养活掉你 再说我还能干 我也能挣 对 从小夫妻 八路夫妻不都是夫妻 既然要走到一起的 你就得好好顾 你就顾好 这后万事 以后你俩真出好了 说这个钱是大姐来 之后没事 没事 没事 不是 对 这钱嘛 才让我们说你生的有 花不来的死的 你也带不去 那啥用啊 是啊 在钱的问题上 李大哥和王大姐的看法也高度一致 他们都不看重钱 都觉得人好比啥都重要 眼看着一桩好事将近啊 没想到王大姐心里还有一个顾虑 一直没说出口 不理不外的 为仇这一次就都没有下手的地方 都不知道从哪下手为仇 这环境不 啥不景 环境太差 就是你能接受农村生活 但是你就希望这个家里头立正 那对啊 但是大哥现在房子多 他没法自己收拾 那种资料 那是你来了你不就帮他收拾 那不是收拾 你这搁这个癌子 your Ela 你收得不了你 後 五亿以后都刚好了 咱们就开始收拾 那这是就把你做了的这几个房 都生了什么事 那你得吃了 我兒子吃了 不行 你裝得休息就行 那你說這房子 是粘狀的嗎 裝得休息的呀 那你會站著還行嗎 站著不行的 現在不就這樣 咱一閃一閃一閃就說一閃一閃 咱不停那事 咱不停那事 想這麼開呀 那對不起那事 想說一閃一閃 咱一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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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乾一閃一閃一閃 也行 咱有這個條件 對呀 把家裝量子咱加上天 對 那站著還 但是一年咱說話 就是 就當沒得 白幹嘛 咱說那意思 李大哥能把話說得這麼常亮 王大姐也挑不出啥毛病了 接下來 當他們聊到 王大姐現在租房子養豬的問題時 李大哥的態度 更是讓王大姐的心理 充滿了暖意 大姐現在是跟妹夫 一個的妹夫 一起 他們一起養豬 這樣以外的到 才租的房子 那個前面有什麼樣子 要給你養呢 咱們一閃一閃一閃不得 不得 其實沒定住 咱家這房子有的事 相反重來的 大姐心裡頭還有沒有啥別的遺物 沒有 你覺得咋樣 大哥 真好 大哥覺得大姐咋樣呢 就好 這十分 不想留個電話 就要在高中 我家裡 一切塵埃若定 李大哥和王大姐 都認定了彼此 就是自己要找的那個人 自己雖然沒事 你和爺生大姐那看的也不遠嘛 或者你去邀請大姐 這妹夫開車也方便 一起過來 你們在外面拒絕 完了 多了解了解 希望能聽到你們這個 最後走到一起的好消息 好不好 祝你們幸福啊 對 好 來 好 好 招牌 好 謝謝